日本将排放福岛核废水入海的争议 国民党立委要求驻日代表谢长廷周四回台备巡 对此台视新闻独家访问到了谢长廷 他回应如果立法院发公文 那他一定会回来 但是目前他人还在日本 如果回台湾也必须要遵守检疫相关规定 势必赶不上立法院质询 目前严你要采取视讯备巡的方式 立法院来公文我一定回去 我现在行程没有一个行程会比立法院重要 话说得相当阿萨利 驻日代表谢长廷接受台视新闻独家专访 谈到立法院要他回台备巡 他说自己当然愿意回来说明 但卡在隔离简易规定 目前仍然瞧不定 立法院正式来公文 但是时间当然我是要隔离 因为这隔离是法律规定 这球丢回立法院 国民党团总召贝鸿泰 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一前一后进到会议室进行党团协商 我们上个礼拜五 透过立法院的议事处 要求驻日代表谢长廷先生 到国防外交委员会 费鸿泰直说公文早在上周五就已经送出 外交部的回应是 在符合规定情况下配合办理 外交部当然会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并且配合办理 外交泡泡是给外国高阶政府官员 进行访问我国的用途 本国的公务人员并不适用 人还在日本的谢长廷 势必赶不上周四的备巡 目前在野党提出两方案 一是视讯备巡 二是采外交泡泡的模式 让谢代表搭专机回台 就能免除隔离规定 这种泡泡专机的形式 那个一趟几百万 国民党真的要花这个钱吗 你真的外交部这样安排 可能国民党还骂你浪费公帑 日本排放核废水争议 让在野党团发起猛攻 甚至要求谢长廷回台说明 不过最后会用什么方式备巡 且看外交部如何安排 记者宣声芳 林静杰 黄辰波 留位成台北日本采访报道